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不出我判断的意料之外的话 应该是曾庆红在后面是一种黑手 因为前后爆料 从有江泽民出来消息之后 紧跟着就提到有人说 曾庆红又如何如何表态 但是曾庆红的特点是 很少站在台面上 他一定是只是一个名字 一个背后的消息在运作 但是他的本事就在于 他能够把一些散乱的东西整合起来 形成一种势力 这是他的本事 这个本事其实贾庆林也好 或者说包括周永康也好 他不具备 他们周永康李长春他具备的 他仅仅是在他控制的范围之内 去运作什么 他没有一个大的场面 大的场面应该说 曾庆红确实有这个能力 那我们看到的就是温家宝出访之后 4月20号以后 在整个网站上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 集中爆料薄熙来家里面的具体的事情 把薄熙来完全打完蛋 就是打成了一滩泥 按照薄熙成的话呢 薄熙来的兄弟说的呢 上头一定要坐实他了 所以大家别努力了 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一个消息就是周永康全面的曝光 全面的走向正面 全面的团结 以党中央为中心的 这个胡锦涛为中心的四周 所以又把周永康 从他们原来 也就是江家邦 最早抛掉周永康 又似乎在往回拉的概念 这是不是周永康自己的意愿呢 我相信肯定是 但这是不是江家邦本身的意愿呢 这就画一个问号 但是呢周永康 他只要职位不拿下来 他对象 依然可以有运作的 因为对象 在他整个政法委系统当中 那下级的干部 一定要听他的 所以大家看到的 就是前所未有的 这种翻墙的困难 所有破网软件呢 出现了问题 那大家翻不出墙来 不知道真相 同时在里面 国内的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有关薄熙来的丑事 那薄熙来的丑事 都非常的细节 就会把人们的目标 转向于他 而与此同时呢 又在对网络上 进行严格的封锁 我说严格的封锁是 大家讨论薄熙来 没有问题 但是讨论周永康 讨论体制问题 讨论任何其他的问题 立刻就出麻烦 这是非常鲜明的一个对比 除此之外 我们又发现一特点 有人不透过中文媒体了 转向透过海外媒体 海外大的媒体 路透社 华尔街日报 每日电讯报 透过这样的媒体 在放消息 可是放出来的消息呢 却是我们大概在一个月 一个月半之前 一个半月之前 那个时候的爆料 而爆料的集中的内容 消息的集中内容 依然集中在薄熙来身上 所以这样的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 大概的概念 就能清理出来 或者说理清了一个头绪 趁着温家宝不在 周永康试图利用这个机会 全面反击 曾庆红 李长春 周永康 整合他们所能够控制的力量 全方位的 把薄熙来扔掉 让人们的目光 转到薄熙来身上 以便使得包括周永康 和原来江家邦的人 在这一次的危机之中脱身 那周永康更多求的是自保了 所以在无意当中 形成了一种整合的概念 那就在第一时间 昨天外国的网站 接连接到爆料 咱看看都是怎么说的 纽约时报有篇文章 被美国之音转载之后 这么讲的 纽约时报说 薄熙来窃听 中共高层领导的电话 这个在一个半月前 我们爆料当中早已经提到了 但是纽约时报当新闻爆出来 纽约时报星期四报道 失事着薄熙来的助手 去年被发现 一直在窃听 包括胡锦涛在内的高层 国家领导人的电话 报道还提到 先进的装备发现 有人窃听胡锦涛 与一名在重庆视察的 高层反贪官员之间的电话交谈 当时重庆是在薄熙来的控制之下 文章接着讲说 有十几位与中共关系密切的人士 都证实了窃听的情况 说重庆几年前就在全城 建立起来了完整的窃听网 而这窃听网呢一定是王立军干的 所以这个我想提到的 那这样的窃听网 王立军干的 但是整个这些系统 一定是透过公安政法系统完成的 透过公安政法系统完成 而作为王立军跟周永康有二十年的交情 周永康说我一点都不知道 我什么都不知道 他们都是背着我干的 哥们您信吗 您信吗 我就想问这谁能信 如果在这个背景之下 党中央还说周永康是好的 薄熙来是坏的 您信吗 谁信呢 同时纽约时报援引了中共内部人士的话 说这个窃听计划被视为对中共中央领导人的直接挑战 谁都会这么看 任何人 我是个平头老百姓 我也不愿意被别人窃听 我也不愿意被别人在私底下说来说起 哥们你愿意吗 你肯定也不愿意 所以这样的 这个罪责 这个这种罪责是极其致命的 而这种罪责你还能把它说成是 这个薄熙来是一个单纯的杀人案吗 很难说吧 我觉得就很难解释 就是这就是我提到 现在的真相呢 不是咱党中央一手能够扣住 周永康一手能够扣住 或者说曾庆红 你在你的黑手在后面运作的过程中 可以掩盖一切 不可能了 对吧 不可能了 就是这件事情本身 BBC拿到的消息 相对的就从另外一点证实了它 那BBC的文章题目叫做 薄熙来被指窃听胡锦涛电话 文章开头说 中共内部文件显示 薄熙来为了强化自己在党内的地位 对中共高层官员展开了大规模的窃听活动 那这个说法叫中共内部文件 就是文件被披露出来了 而这个文件呢 大家想想 我们一个半月之前爆料拿出来了 所以这就是我提出来的问题所在 我们一个半月之前就可以有人爆料拿出来 今天干嘛又有人故意的把消息 同样的旧消息泄露给西方的大的主要的媒体呢 为什么呢 我们看不出其他的毛病 我们能看出来的就是要把薄熙来完全打死 我们说这是党的一贯的做法 但是我想提到的就是 为什么把这样大的事情 只完全栽赃给薄熙来一个人呢 不可能 王立军一个人干成的吗 不可能 周永康啥都不知道吗 不可能 这是个人的事吗 不可能 这难道不是路线斗争吗 绝对可能 这难道不是周永康跟薄熙来联手 还是要做掉你们上头的人吗 这是确真的证据 文章接着解释说 这个消息本身是被中共内部的人士 透露给路透社的 所以大家听懂了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有人透露给纽约时报 这是透露给路透社的 那这样的故意的做法 为什么文章就解释的更加清楚了 他说去年八月份呢 胡锦涛用电话跟在重庆的一位领导 在进行谈话的时候呢 一种特殊的窃听装置呢 被听到了 而据说胡锦涛他们意识到 自己的电话被窃听了 从而反窃听 知道是王立军干的这事 那紧接着讲说 为了了解中共党内的情况 以及竞争对手的信息 是薄熙来下令给王立军 然后去安装所有的秘密窃听装置 他手里头有包括薄熙来和周永康的消息 那周永康跟薄熙来既然有这样的关系来讲 他们已经谋反了 计划了几年的时间 说这样的窃听事情 只能由王立军自己承担 那只能是薄熙来自己下了命的位 他一个个人的如何如何 不可能 所以路透社也提到说 那这样的做法本身呢 叫引火烧生 这个薄熙来呢犯了大忌 其实谁都知道这犯了大忌 所以这一手 这条消息再一次反过来被证实的话呢 就变成了故意要把薄熙来打死 那路透社在报道当中也提到说 在窃听胡锦涛的私人电话时 薄熙来对胡锦涛的领导地位 直接提出了挑战 并且给他的政敌 提供了铲除薄熙来的炮弹 没错 针对薄熙来确实就是这样 但是我提到的问题就是 在这个过程当中 周永康想脱开关干系 这这手玩的离间计呢 来玩的金蝉拖跳呢 应该说是曾庆红有这种本事 我不相信周永康有这本事 那跟上面这些爆料的消息 形成矛盾的趋势呢 就是国内的一些媒体的所谓的说法 也代表了中央的一种说法 BBC另外一篇文章这么讲的 西方夸大薄熙来案对中共的影响 你看这就是成了一个对等了吧 这完全是矛盾的说法 文章讲说环球时报星期四 26号发表署名文章 说薄熙来为何在中国冷了 却在西方更热 胡说八道 都是你放的料吗 文章讲说西方舆论 对薄熙来案的特殊热情 告诉了我们 他们高估了薄熙来的事情 在中国政治当中的地位 这就变成了胡说八道 但为什么这么干 他以封网作为基础 然后又转向了另外一概念 西方世界总想颠覆党国 总贼心不死 他就看着我们伟大的党国 大屁股撅起之后 他眼热肚戒 所以他才这么干 可是我们前后消息一对比呢 放料是他们放出来的 然后扭过脸来里头这么说 然后把网一封 他糊弄谁呢 糊弄咱墙里的屁民们 墙里的老百姓们 你建的防火墙 最近围绕薄熙来事件 以及各种后续的传闻 发端于西方主流媒体 和境外网站越来越多 那境外舆论表现出来 影响中国人看法的强烈意愿 您听懂吧 我觉得我没有别的话评论 我只能说 今天前后干这两手活的人 最上层的人 就是儿媳妇大度的 装孙子 您说是不是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